很多非常细微而且有价值的经济信息 知识产权 是通过商业秘密这种形式严穿深受 专利是一套近代才设立的制度 大家好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商业秘密和专利的差别 讲到这个差别 我首先讲到一个故事 就是在庄子这本书里面 讲到一个故事 就是齐桓公他在堂上读书 看到堂下有一个做轮子的匠人 这个匠人叫匾 古人很多人没有姓 因为他做轮子 所以在史书里记载他叫轮匾 齐桓公在读书 轮匾就问齐桓公说 大王读的什么书啊 齐桓公说圣贤之书 轮匾就问那圣贤还活着吗 齐桓公说圣贤已经死了 然后轮匾就问说 那圣人已经死了 这个书应该是糟糕 齐桓公听了很恼火 就说 你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 轮匾说 大王尽管小人读书不多 但是小人坐轮子 轮子上得太松 他会掉 上得太紧 他不转 至于如何把轮子上得不松不紧 还能让他平稳的让车行走 这个是小人的师父交给我 那我呢 在阎传身教教给我的徒弟 这是活的知识 没办法通过写在书本里面去传递 那么大王读的书呢 既然圣贤已经死了 圣贤之言写在书里面 那当然是糟糕了 当然这个故事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传承的形式 但是呢 给我们说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 很多非常细微 而且有价值的经济信息 知识产权 是通过商业秘密这种形式 严传身受 或者是在某些企业和技术部门一脉相承下去 通过书本无法获得 那么专利呢 正好跟这个相反 专利呢 是一套近代才设立的制度 英国人发明 然后在美国发言光大 并且推广到全世界 专利制度是发明人 要把自己的发明 通过文字描述和图纸 向全世界公布 而且向政府提交 当政府发现 这个技术有它的独特性和吸引性的时候 可以给这个专利发明人颁发专利证书 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通常是20年 保护它的经济垄断利益 那么发明人呢 可以获得 其他使用人的专利授权使用 那这20年的时间是垄断时间 20年之后 这项专利就可以为全人类免费所使用 商业秘密则不然 商业秘密呢 取决于秘密持有人 能够在多久的时间内 有效的保护这个商业秘密的独有性 如何把保闭工作永久的做下去 而且不会被别人破解 商业秘密最害怕的就是被别人偷窃 或者是逆向工程开发 模仿成功 这两项都会造成 商业秘密致命的失效 那么在历史上 我们讲商业秘密 保护最成功的国家 应该是中国 按照马维多先生的说法呢 是中国的瓷器在历史上 曾经为中国赚取过一千多年的垄断利润 大概是一千四百年 也就是中国人呢 把陶瓷制造的原材料到整个制作工艺都严格保密 以至于从欧洲和中东来的商人 无法了解这么精美的器物是如何制造的 那么在一千年的过程中 中国源源不断的向欧洲出口瓷器 换取大量的白银和黄金硅金属 在欧洲历史上瓷器最贵的时候 曾经达到等重量的黄金 甚至比黄金还贵的价格 中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上 源源不断的进口 那么欧洲人和中东人 显然要源源不断的派商业间谍到中国来刺探 想要学习或者是窃取 这项商业秘密 但是呢 中国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 对它保守的都非常严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商业秘密呢 如果它能够在市场上得到认可 而且它的产品源源不断的在市场上 全球市场上销售 它能给一个国家和企业带来的利润 是非常可观非常巨大 那么在现代社会 我们也见到 有非常成功的商业利益 为公司和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利润 比较典型或者是 比较为大众所知的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创业已经一百多年 但是它几度改配方 每一次改配方的都是不对外公布的 那么可口可乐的配方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为大众所知 为大家认可 最昂贵的商业秘密之一 好了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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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